你有銀行帳戶嗎 你要不要繳健保 就是他們那個國家的健保之類的 或是稅金 他說他沒有任何的銀行的帳戶跟存款 然後而且呢 他那個這個一整年不用錢 這個實驗這個project 他已經結束了 他是從2007到2008出這個實驗 然後呢 他發現說這樣子生活 他似乎可以繼續過下去 所以基本上 他就是繼續在 到現在應該還是屬於不用錢 那他這不用錢的第一其實很殘酷 就是說他有些是用別人的錢 比如說別人不要東西給他 別人買的不要的 或者是說 像光是吃這件事情就好 我們一天三餐 早餐、中餐、晚餐都要吃東西 那他除了靠自己種之外 他還去翻那個 那個市區那些垃圾桶 大型垃圾桶 可是很妙的是 我們不會覺得哦 垃圾桶很髒 可是你知道嗎 等一下你們 因為我去整理一下他的影片 你們就看到他剪出來 就覺得是整包完好的 完全沒有被拆封了 所以他說他那個翻垃圾翻了一年 都沒有拉過肚子 倒是他採那個野菜 也說吃錯野菜會拉肚子 對啊 所以是一整年不用錢 對我來說 因為我其實有的 因為他影響到一點點 就是說 我試圖去比如說 去參加那種打工換術 你去住人家家裡不用錢 是因為你要靠勞力支出 可是我發現我現在 馬克這個路還有很長一段 就是我上個月啊 去台東的一個自然農法 就是一個專門種自然農法 琵琶的那個地方 然後就那個地主叫做回哥 然後我就說 欸你讓我住 然後我幫你栽琵琶這樣子 結果你知道這個農法 他們那個土地都是這樣子 一片嘛 然後槽就長很高到腰 或者是就比腰還要高這樣子 然後而且裡面 各式各樣的螞蟻都有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我平常住的地方 就是蘇北市區嘛 那邊就是沒有什麼蟲的這樣子 然後去那邊摘琵琶的時候啊 他要檢查那個套袋 就是套袋要先拿下來 然後看看琵琶成不成熟 可是因為他是用自然農法 所以那個琵琶都很甜很好吃 然後所以就會有那種大中小 還有更小或更大的螞蟻 在那邊攀爬這樣子 然後螞蟻看到我的手 在玩那個套袋的時候 他就會警覺 他們屁股就會翹很高 他們那個後面有刺嘛對不對 然後他們就會發現 欸有外面的敵人要搶他們的琵琶 對然後他就會攻擊 所以那一次我真的是有點嚇到 就是我的背啊脖子都有 就是螞蟻就在身上這樣爬 然後你就會很想撩弓 可是有一個地主要在那邊 很認知那邊踩琵琶 所以你也要整下來這樣子 所以經過這次的人經驗 我覺得說我可能還要是多方常 就才能完全融入那種自然環境 然後用一整年不用錢的那個方式這樣子 那我先給大家看看看一個影片好了 就是先看影片邊聊 就是我用那個YouTube上面 有一些Mustboy的那個小短片 你現在看到這個啊 Mark他如何一整年不用錢 就是他先他一樣打工換宿 他在一個農場上面打工 然後他反正農場 你們知道英國的房子很大很大 所以他跟那個地主說 我這邊幫你打工 讓你一塊區域讓我住 那這個貨櫃屋呢 這不是貨櫃屋 那叫什麼 露營車 露營車 他的露營車是他在網路上 因為在國外啊 英國或者是其實美國也有 就是他們有那種 他們不要的二手用品 然後他就放到網路上 然後你要的話你就跟他講 然後他就可能要自己去面交 或者是他自己給你 但是你就要付運費 那這一個露營車呢 是那個Mark他在網路上看到一個女士 他其實狀況都還蠻好的 可是那個女士他可能就是不想要 他覺得一直放在他家 那個前面的院子很定 所以他就放在網路上 然後Mark就跟他問說 欸可不可以送給我這樣子 那因為話說這個露營車 體積還蠻大的 所以就是要他到現場去拿 這是Mark還沒開始執行 一整年不用錢之前 所以他當然他就可以做付錢 做那個公車 然後到現場去跟那個女士做交易 就是請朋友把他拖 拖回這個基地上 就是這一點 然後很有趣的是 Mark他在那個 前往去拿這個露營車的路上啊 因為那時候天氣很冷 然後他準備要進去一個 他們都會有那種轉運接駁站嘛 可是因為很冷 那個接駁站裡面 都會有一個吹暖氣的空間 可是因為那個接駁站吹暖氣的空間呢 完全沒有裡面 沒有任何一個人在裡面吹暖氣 所以那個暖氣是關關掉的 他必須這車道有人進去他才會運作 然後Mark就很不希望 他就在那邊拼床 可是他就不願意進去那個暖氣 吹暖氣的地方 直到後來有那個旁邊路人啊 他們進去吹暖氣 然後Mark就心裡想說 好既然已經有人用了這個暖氣 那我就進去這樣 他就在外面拼拼床 也拼了六個小時嘛 然後才進去這樣子 所以這也是蠻有趣的 他就是如果說能源已經開始被人家耗損了 他可以一起用 可是他不會想要成為一個人 跟耗損的第一個這樣子 好 然後這是那個牧場 牧場上面的基地啦 其實還蠻自然的 那這是他的那個錄影車的內部 這是他睡覺的地方 就是一張很簡單很簡單窗 然後因為拍照那個 這是那個BCC人 去採訪他的時候的現場 那天氣真的非常非常冷 可能你一下10到20度都有 那怎麼辦呢 他那個錄影車 基本上就是一個鐵皮嘛 對啊鐵皮 他根本沒有什麼保暖價值 保暖的那個功用 所以他必須 他在他的那個錄影車裡面 裝了一個壁爐 然後這些材呢 就是他在那個春天跟夏天的時候 就要先砍好了 因為到冬天 你找不到這些乾乾彩這樣子 所以他他就說 其實當你一整理不用錢的時候 你是非常高度的依賴著那個 叫什麼大自然的資源 就是他他在挑一些 比較可以使用的柴火這樣子 這是他的那個室內的壁爐 他這個室內壁爐啊 就是不但可以取暖 然後也可以用來吃毒食或燒烤這樣子 那他也很喜歡摘野菜 我說他那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那個 日本一個節目叫做自給自主的生活 對啊 那很多就是台灣人 大家可能受到那個節目的啟發 想要自給自主 可是那你可能種的菜就是那種比較焦嫩的 像是高麗菜或者是反正就是可能蟲會去咬的 那我就想說那如果今天我們旁邊假設也真的有一小塊地好了 我們是不是可以就讓野菜自己進來 因為我發現像我家最近有一個陽台喔 然後那個我家陽台上面有一個花盆 然後花盆上面就是本來只是土 然後撒了幾顆很嬌嫩的黑葉白菜這樣子 然後本來是希望就是讓他們長大 結果我沒想到白頭翁啊或者麻雀啊 他們就喜歡擠在旁邊 因為我土裡面有蟲蟻 那他們想要來吃那個蟲蟻 然後結果他們就會在裡面嗡嗡啊 結果就後來又長了一堆我不認識的 像是龍葵啊 或是雞石屯 那我都沒有播種 所以其實這種野菜很容易就是 讓那個大自然來幫你播種就好了 然後它就自然會長出來 那像龍葵的葉子 你就可以拿來配粥啊或湯這樣子 那像他這個花盆 他就是把他們 他錄影子旁邊的那個葉子 摘下來就可以 就是柔油就會有一個香氣嘛 他就直接把它撕下去 就是野菜也不一定說要用煮熟的方式 像他就直接給它撕下去這樣子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前陣子有個奧地利的導演來台灣的 就是他在國外拍一個紀錄 就是叫做全新的我們 他們就是進入了歐洲一些 生態村 然後他就說啊 其實你今天坐在 比如坐在大安森林公園的草地上 你旁邊有98%的草 是可以這樣直接栽來吃的 很神奇啦 我完全沒想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 草是可以人類直接拿來吃的這樣 當然是有的可能是很苦 或是味道很奇怪 然後這是他那個牧場附近的狀況 那他洗澡部分他就是 如果夏天不會等的時候啊 才覺得到那個旁邊的小溪流 然後這樣洗 然後這是他 種泡泡草草的地方 就是種菜的地方 這都是在紀錄桌 他用一些自己的方式來 來提供那個生活的材料這樣子 然後不過呢 那個很好玩就是 MARC在做這一整年不用錢的時候 這個實驗的時候 他有一個女朋友 然後從一開始很支持到 他的這個idea 到後來就是決定要分手 然後 然後MARC後來他就是 到那個網路上刊登 真有其事啊 他真有條件 他說他如果介紹自己 他說完全沒有任何銀行存款 然後坐在錄影車裡面 然後你洗手吃的東西 都是必須是火鍋自己煮的這樣 就是沒有什麼燭光晚餐 或者是豪宅 或者是月收入多少讓你這樣 所以他那個真有其事 他說天然半點都沒有人 沒有任何女生來信 跟他那個 所以其實只能說這樣其實要 比較在這個時代 可能還是屬於比較單一的 然後我寫信問MARC說啊 如果今天像你這樣單身 你當然可以過這樣 就是自己一個人無事一生氣嘛 那你沒有錢沒關係 那如果是一個家庭呢 怎麼辦 你還要留小孩什麼的 所以他說他現在 正在成立一個團體 他說不只一個人 要一個人一整年不要錢 他說一個家庭更是需要 一整年不用錢 那他那是更理想更跳脫的方式 就是說如果今天就是 連整個家庭他的生活方式 都可以自給自主 然後以系統運作 甚至全整個國家 或整個世界化 這是他的一些的理想這樣子 那我說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想法 這個一整年不用錢 他還電什麼來的 他說他是看了那個甘地啊 甘地的書 然後甘地裡面有一句話 就是觸動了他 就是說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the world 就是說 你希望看到什麼世界 對不對 有沒有人記得那個 那個口口才 就是 你如果希望這個世界 變成什麼樣子 你要當 你那個轉變這個世界的那個key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現在在場 各位一定都是那個key 因為我覺得會 對這個有興趣的人 都不是正常人 應該就是怪怪這樣子 對啊 所以他就是Be the key 那他在執行一整年不用錢的 第一天的前一天喔 呃 他要從那個 市區開到他這個農場的路上 他的腳踏車就爆胎了 然後他從那個時候 他就決定不能用錢了 所以他還是 就是那個晚上 他就是請他朋友幫他修 他修很久 終於才修好 就是用那個鞋墊去補這樣子 所以其實他也還蠻堅持 有一些原則 好那這個人很有趣 就是他牙刷的材料 牙膏 好 這什麼 他怎麼刷羊呢 他有剪 剪來那個人家不要的牙刷 對不對 然後啊 你看他手上哪這個 那個是 這個是烏魚的骨 骨頭 然後他要把它磨成粉 然後磨成粉之後啊 像這個變粉狀之後 再配左邊這個 這個應該是要回香嗎 就上面一個草過 下面是回家的回 對 對 回香 然後把剛剛那個磨成烏魚骨的粉 跟這回家混在一起 然後 刷在牙齒上這樣 他說這樣 不只可以清掉那個 那個什麼 牙縫 那而且還可以指甲油香 所以 所以大家如果有信心可以試看看 我是還沒試 對 其實裡面也不一定要用烏魚骨的粉 你可以應該可以用一般的骨粉或什麼 因為 市面上也有賣錢接鴨粉 非常平衡 對 然後這樣他就可以刷了 就是 因為他說啊 要過一整點不用錢 但是而且要影響到其他人 要讓媒體去採訪他的話 他不能過得太破爛 如果他今天都留著落腮虎 然後沒精神又生病 然後衣服都髒髒的 人家就是浮 你是流浪漢 可是他要跟流浪 欸其實流浪漢也很厲害 他們不只一整點丟錢 他們是一輩子丟錢 對啊 所以他們應該也有 有一些地方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 只是因為 可是我們就沒有人想去採訪流浪漢啊 所以 MARK他是希望說 有越多媒體去讓他曝光 然後他可以散播這個裡面越好 所以他一直保持自己很乾淨 然後 比如說他通常都是把 活須剃乾淨 然後手把剃乾淨 那看起來就白白金金這樣子 那接下來這一個是 他平常吃飯的時候他怎麼吃呢 他就是用火箭 Rocket Star 大家有看過這個東西嗎 喔這個真的超好用 比如說台灣也有一些朋友會做啊 他就是用一小撮的素質喔 他就可以燃燒起熊熊烈火這樣子 好你看 下面這個是放燃燒的那個 這個材料的孔 那我在那個 該自然的加入那本書裡面 也有放到一個屋主他有做 然後我把他的那個 結果圖把他做出來 好這邊暫停一下 他其實是兩層的 就是這個外面是第一層對不對 然後裡面還有一層 所以他有兩層鐵製的 那裡面那一層呢 跟這個彎口是相連的 所以當他在燃燒這個 把燃燒的時候 因為熱氣流的現象 會造成很強烈的煙囪效應 所以他這樣一小撮 他就可以燃燒起很大的火 這樣子 那就非常有效率 尤其你在那種寒冬啊 或是你的燃燒物體已經不夠的時候 他其實他的那個效率是非常好的 那你看他撿這個 應該就是後直板去撕成碎片這樣 然後左邊那個啊 是他的乾式廁所 其實他的手法有點 比較那個 就是有的人會把他 加那個通風的系統 跟導風的系統這樣 那這是他的那個 非常簡陋廁所 是男生比較可以接受的 就是女生的話 可能就是 因為他這邊就是 沒有任何的遮蔽啊 所以如果 要撿這個的話 可能帶他到別的地方去這樣 那但是這個有一個好處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設在你的那個 比如說陽台 有人設在陽台 那你可以把你們那個 比如解放的東西 再加上那個稻草 因為我們人所排便的東西 其實是 碳的含量比較 欸 碳的含量比較高 然後當你自己解放完第一層之後 你再放稻草 乾稻草 或者是乾的雜草 他那個部分是屬於碳的部分 那但碳分碳這樣加起來的話 他就是會開始自己 運發酵分解變很對肥這樣 不過呢 要一段時間啦 蠻非常長的 所以就是要放在通風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他的那個 腳踏車 他就在指說啊 他那時候就是腳踏車破掉 那他朋友就是 因為他已經修到自己在地上哭了 就想說 為什麼那個洞還是修不起來 結果他還 其實他要一直連不靠不用錢 但是他必須靠很多朋友 還有人際關係 就是大家團結起來 比如說他在 因為有一次他要辦派對 然後他那個就是在那個花卷裡面 他辦一個夜勤三百多人的派對喔 三百多人 那你要從哪裡 準備那麼多食物對不對 可是在英國有很多那種有機超市 他們通常第一天沒有賣完的食物 通常就丟掉 或者是拿去給那個就是養豬場 那他就跟那些生機的那個超市說 你們今天晚上剩下的那個不要的蔬果啊 一定要留下來給我這樣子 啊他不只給人家講 他去找十家到十五家 然後大家覺得想把那個 他們不要的剩菜剩飯 就是但是那個完全新鮮 是說他們不能賣隔夜 因為他們政府有規定 但其實都可以吃 還有大家知道嗎 你的泡麵啊 就算過期六年還是可以吃 你們相信 我就是前陣子看那個什麼 不知道是底下的搖椅中間還是什麼的 然後他就是過期六年的泡麵 然後他就把他再泡水 因為他是完全乾燥的 他的空氣已經被抽抽掉了這樣子 然後看完那個之後 我就很有信心 我們就把我們家的那個過期兩年的咖哩 拿出來吃 欸吃了也沒事這樣子 就是說他那個倒也有可能 那他那個節目裡面是說 就算他今天過期二十年 只要他沒有任何水激激去的話 還是可以吃這樣 所以大家趕快回去 翻在自己的那個櫃子看 好像那種超級過期這樣子 但是還是要小心不能吃到他肚子 那欸他除了這台腳踏車之外 他後面還有這個嬰兒拖車 這是他非常好的那個運輸工具 就是他平常可能去市區一趟 他可能比如說檢測像這個 他就是去翻他的食物喔 那你等一下可以看到非常不可思 這只是很隨機 就是有一天記得跟著他 然後他們就去沒有任何的準備 然後就到那個都市裡面半夜 因為他們白天去翻會被抓 所以他們只要晚上去 這樣然後真的翻出很多很多 是全新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外國人好浪費 你看這個火腿 也是完全密封的包裝欸 是全新的整排欸 你看對那個帽子來說 他可以吃多久啊 那我覺得一整年不用 有潛力的人 除了台灣的流浪汗之外 還有原住民 就是原住民他們很厲害 就是好像在那邊 大概都算多了 原住民他們啊 就是很會運用自然的材質 比如說你今天要一個帽子 他可能就點給你 他或者是你要喝酒 他就自己就給你 那你要吃魚 去河邊這樣射一下 他就有了這樣子 對啊 所以我是一常 就很喜歡去台東 然後跟那個台灣族 台中的朋友 學一些東西這樣 好 那到這邊 大家怎麼問問你